但是作为演员嘛 这个最开始可能都要从 特别小的角色开始 甚至跑龙套 闫老师那个时候 到处碰壁 好多地儿都不要 您是不是也接了很多 很边缘的这种角色 太多了 我那个时候接的戏 都是属于那种 要么就赶上春节 大家都不愿意去 回家过春节的党戏 要么就是那种特别苦的戏 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 我第一个女主角 就是四川电视台的一个戏 特别特别难 第一个镜头 我就晕倒了 因为高原 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 当时那没经验呢 就跑跑跑 突然一下自己头晕 什么都不知道了 剧组长江掉掉 怎么人没了 对 最后一看晕哪了 那个一个月 我们就没有睡过床 都是搭的帐篷 早上起来就下着霜 特别冷 中午吧 强烈的紫外线 晒得呀 满脸都是红斑 经常一场大雨 你再一进帐篷 就所有东西都飘着 它因为没办法 那没有床嘛 那一个月 好辛苦啊 完了我说还有生命危险 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山路啊 经常会塌方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呱呱呱呱 石头就下来了 这太吓人了 所以当时我们是一个大车 那天呢就堵在那儿了 车上也没有吃的 呱就前面就塌方了 当时就是怎么办 我们那司机 他就说 大家都跑过去吧 我能开过去就开过去 开不过去 那也没办法 但是咱们要等在这儿呢 就是说 谁都没有饭吃 26个人 都不知道怎么着 就跑过去了 我们那个车 开过来的时候 顶上就是有个大石头 砸了一个坑 还好我们顺利地度过了 就真的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 明星不是大家想象的 什么鲜花啊 掌声啊 真不是 还有一个让我感触 特别深的 就是说 我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 出访毛利求斯的第一人 两个成员 一个是我 一个是潘红老师 当时呢 你看潘红老师 他是俄美电影制片厂的 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团长是包同志 就是他们说 这个你得 你得要自己付这个机票 你如果要去的话 那个时候两万多 两万八千多 后来我一想 我说我必须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 我们国家对我的一个认可 我说我一定要去 恰恰是这样的一个 辛苦的经历 让您有了这些阅历 成就了您 角色当中 如果说古装的话 是不是造型什么的 会特别特别重 我最重工的造型 就是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我演那个王妃刀白凤 当时那个造型 它那个假头套 后面那个假头套 很多造型师 他就是说 绝对不要你 弄那些假的东西 但是真的真的 这些真东西 真的是好重哦 其实刀白凤出场的话 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我这个人吧 恐高 特别的恐高 那怎么办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人家替不了我 也得 因为它是 对 它镜头跟着你 从那个庙顶上 一下飞到地下 跟儿子的那段戏 我还真是奇怪 演了三十多年戏了 那是第一次吊薇雅 我说我完了 我下面的戏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 你把这个放在 最后一个镜头 你下面所有的戏 你安排不了 肯定安排不了 所以后来那场戏 拍完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拍 反正拍完 从那个薇雅 哗一下来 我就摊底下了 就摊了 下面的戏就真的是 没有办法拍 但是它那个时候 就是从天上飞下来的时候 也是带着这些东西的 每一天都是带着的 每天我回来 这个耳朵 那个很痛啊 关键是头疼 我经常有的时候 就是拍戏的途中 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找一个墙 就把自己那么磕在那 因为你还不能 给它弄乱了 因为化这么一个妆 很不容易 你也尊重人家化妆师 吊薇雅真的挺难受的 吊薇雅特别的难受 在腿上要绑上那个 腿上 腰上 一个钩子挂在后面 因为我吊了一会 就起来了 一下直接就是 也是拍戏 然后从一个房 然后往这边走 第一次吊 其实真的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 你恐高吗 平时 我恐高 你也恐高 你也恐高 我们是吊薇雅 穿着恐高的人 然后从那个房 要跑过去 跑过去 然后一下人就摔在了 对面的墙的那个朵子上 他那个吊完了以后 你的腿不知道该放在哪 上去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也是 我第一次 第一次给我放下来的时候 我不是就跪地下了 因为你不知道 该那个腿怎么掌握那个 这双脚离地之后 可能就不太受自己控制了 这吊几次之后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后来我薇雅克服了我的恐高 我倒是不恐高了 对 我这体重 连棒鸡都不让我玩 对 那是人家害怕你 不是你害怕人家 有武器 有薇雅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危险 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经常的 基本每一部戏都会有这种问题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那个 《倚天屠龙记》演那个《金花琢磨》的时候 当时其实特简单的一个镜头 在我的前景把那个剑划了一下 但是就这个划的这些 试的时候都很好 拍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头光震了一下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觉得话有点热 完了我就听我们导演声都不对了 赖世青导演 上来冲上来 一把纸光就怼在我的嘴上了 我都傻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后才发现 它那个剑在我前景一晃的时候吧 它可能有点近了 离我近了 一下就把 划破了 对 就把这个地方划了一个口子 划了一个口子 就血就流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我没觉得疼 那个时候因为你高度集中 演戏的时候你高度集中 我没觉得疼 我就觉得这个头 整个一个蹬一下 一股热的东西就出来了 实际上是血 就换一个角度 赶快把剩下的那三个镜头 拍完了以后才去的医院 这样也得坚持 必须坚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